小客车完全没减速 碰的一声 猛涨工程缓撞车 驾驶被撞得气得狂飙果骂 缓撞车剧烈震动 肇事轿车往旁边弹飞两车道 车头撞到全烂 国道一号夸张追撞 造成北上新一路段打塞车 开启驾驶鼓注系统 行驶国道时 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 肇事驾驶疑似开自驾系统 没注意路况酿成事故 追撞意外同样发生在台北 一排气机车停的红灯 此时后方轿车高速从后方冲过来 不痛的一声巨响 伤行车及货车接连遭殃 骑士惊险逃过一劫 赶紧向前骑 不料往旁边一看 还有两辆机车遭受波及 无辜倒地 而在花莲吉安乡 一间加油站前 白色小货车又转过弯 却擦装到一辆直行机车 骑士被撞飞后 腾空甩飞 在空中翻滚好几圈 撞上灯杆 连人带车打滑了约五公尺 直接卡在印尼车下方 而在高雄陆族区 有辆小货车似乎没看见 直行机车 直接准备右转 造成歧视 人车喷飞 驾驶紧急刹车也于事无补 只见骑士躺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车祸意外 装装渐渐一再发生 用户人却没继续教训 乱窃车道 酿成车祸 记者台北奏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